大量的人就是不配挣钱的 就是又懒又缠又奸又滑 这样的人太多了 我说这句话有点刻薄啊 我也不想这么讲 但是我在直播间聊了太多人了 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大量的人他创业都失败 为什么大量的人他都挣不到钱 不是没有机会 真的就是他自己什么都不愿意弄 既不愿意动脑子去想问题 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 只要告诉他收益特别高 他就愿意信 哪怕说你觉得这项目都蠢得特别明显了 他都觉得这个项目万一成了呢 就是有太多人想不劳而获了 他不愿意动脑子 他不愿意思考问题 然后呢 你说他真的说遇到一个好项目 需要他每天风吹日晒的去跑 你跟他说很辛苦 他一开始跟你说没问题 吃苦我可以 只要能搞到钱就行 你就要真的去跑 他跑了三天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所以我认为 所有优秀的能够挣到钱的人 都是被筛选出来的 不管他是优秀的打工人 优秀的创业者 都是被筛选出来的 其实这些优秀的人 他们身上都有几种特质 第一个就是愿意动脑子想问题 你跟他讲一个点 他能举一反三 他能理解你在讲什么 他愿意去想你讲的问题是什么 愿意去干一些 你没有告诉他 但是他觉得有用的事 很多人是 你就像那个老牛打鞭子一样 你一鞭子抽下去 他就动一下 你不抽 他打死不会动第二下 就是又懒又缠 又奸又滑 这样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 就是筛选 不管是你招代理商 还是招员工 逻辑都是一样的 不要去培养人 也不要去说 对这些人寄予什么厚望 他不挣钱 那是他的问题 筛